明朝的嘉靖年间 倭寇横行东南 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百姓们民不聊生 一代名将七纪光为了抗击倭寇 组建了七家军 并创立了威名远良的鸳鸯镇 这一阵法的采用和训练 使得日后的七家军战无不胜 让倭寇闻风丧胆 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鸳鸯镇的独到厉害之处 鸳鸯镇一般为十一人一队 由队长带领盾排兵 长枪兵 狼显兵和躺打兵组成 最前方的为队长 手持战旗或长枪 队长可以根据实战中不同情况 指挥改变阵型 稳定军心 次二人一人持长牌 一人持藤牌 长牌兵可以持长盾牌 遮挡倭寇的箭矢和长枪 掩护后队前进 亦可以冲锋陷阵 与敌人近距离搏杀 藤牌兵则直轻炼的藤盾和腰刀 与敌人近距离缠斗 给后排的长枪兵创造进攻机会 其身后的狼显兵 则是专门对付倭寇设计的新兵器 狼显通体由竹子制作而成 可在长而多节的毛竹顶端装上铁枪 并敷上毒药 狼显可以阻碍敌人的靠近 遮挡倭寇的视线 当倭寇持窝刀进攻时 就可以用树枝锁敌 扫落敌人的武器 此时阵中的长枪兵 就可以乘胜追击 戳次被狼显锁住的敌人 长枪兵是队伍中的主力输出 需要身材高大 有勇有谋的士兵担任 而唐把兵则是负责整个队伍的侧面 它可以格挡敌人的兵器 还可防止倭寇的迂回进攻 根据实战中的不同情况 鸳鸯阵还可以加入鸟冲 结合步兵一起协同作战 鸳鸯阵不但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 而且阵法灵活多别 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求变为横顿 在遇到狭小路段时 还可以变化为两一阵 可攻可守 几乎没有任何扩展 除了各式兵器和良好的阵法以外 支撑七家军战斗力的 还有严明的军纪 在战斗中 士兵必须严格按照鸳鸯阵法来进行战斗 如果有人私自离开队伍独自攻击 或者跟不上队伍进行保护 导致阵中有人牺牲或者受伤 则全对受罚 正是这种严酷的军法 使得鸳鸯阵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生死之交 七纪光创立的这种阵法和兵器 可以说是为了倭寇而量身定做的豪华套餐 不久之后 七纪光就快速地平定了倭寇之乱 更以傲人的伤亡比战绩傲视群雄 他还被后人封为中华军神 正所谓是封侯非我义 但愿海拨平